周永鸿曾是台湾交响乐团打击乐演奏家 也曾启发多位优秀的年轻音乐家 为了寻求更好的声音 研发国际规格的乐器 成为他众生的事业 打击乐器它的丰富性 尤其它的声音 在演奏家的一个追求 创新的一个过程当中 需要创新很多很多的乐器 一般的市面上的乐器 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藉由自己尝试的制造一些新的声音 这样子一个理念来开发满足现代音乐所需要的这些乐器 周永鸿研发各种打击乐器 取得各种器材专利 他的高度专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 更为慕名而来的客户量身打造专属的乐器 比如说像冠军磁砖 他们是为了拍摄广告 他们突发心想 想用声音来代表他们磁砖的一个优越性 所以他们就找到我来帮他们制造这个磁砖琴 那个过程当中当然是很辛苦 因为他一台琴他用了很多种不同的磁砖材质来制造 那个挑战性就很大 为了追求心中完美的音色 周永鸿在制作过程绝不妥协 选择顶级的材质 用了近20年的时间 造就了国际级的马铃巴木琴 我们的琴每个位置 声音都一样的 这是最难最难的 这也是连国外的琴都还没有办法 完全每一个音都做到这样子 顶级乐器的研发 场域挫折 资金运转与产品推广都不容易 身旁有妻子的认同与陪伴 是周永鸿最大的幸福 因为有他的支持 所以这台木琴才有办法诚心 一直到去年这台琴 才总算跟得上国际最高的一个等级 我今天我要很骄傲地讲 我们的木琴已经成功了 我先生是一个非常热爱打击乐器的一个人 他非常的专业 我也因为他的专业被他吸引 制造木琴这个过程真的很艰辛 很辛苦 如今这台琴真的是打响了 有很多的知名的演奏家都认可 我只要听到那个琴声 我就知道那是我们家的琴 因为我们家的木头真的是很独特 很特别 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台琴 因为音乐 周永鸿走上专业而孤独的道路 他与妻子相互扶持 期待让台湾的音乐家 使用自行开发的乐器 演奏出最美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